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指示規劃 香港人民來台援助及關懷專案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立法院備詢 說明政府三項目標 四項原則 四項原則由台灣政府主導 跨部會整合 挹注經費 執行面由政府所成立的法人機構 台港策進會來整合民間跨部門 公司協力 國民黨 民眾黨 時代力量 都提出港澳條例修法草案 民進黨政府認為 目前港澳條例第十八條的授權 足夠也彈性 陳明通說 一週內完成方案 將制定實行細則 明定機制 此外 蔡總統二十四號拋出港澳條例 第六十條 停止適用條款 陳明通說 不是要放棄香港 第六十條是為了保障台灣的國家利益 也監督北京 對香港實現承諾 該項規定 不只是情勢變遷條款 也是對香港人民的保護條款 所以總統在五月二十四號的臉書上的談話 並不是要放棄香港 而是要讓北京知道 中共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的後果極為嚴重 北京當局切勿一意孤行 讓情勢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陳明通說 香港是否還能看成政治上跟大陸不同的第三地 如果重新評估結果 會危害台灣的國家安全 那麼經過立法院同意 可能要停止適用港澳條例部分內容 可是今天港版國安法通過了 大大的減損它的高度自治 它的高度自治的含金量下降了 這時候你港府做出來的決策 是基於你高度自治的這樣的決策 還是你聽命於北京當局的一個決策 那麼你知道北京當局的決策 被媒體問到臺灣政府是否將要把香港人當作大陸人民 陳明通說 這完全是錯誤理解 至於香港媒體與資金 未來是否當作陸媒 陸資 陳明通回應 政府會整體評估考量 今天晚上野太電視高建輪張東旭 臺灣臺北採訪報導